嗨,晚上好,时光不牢,我们不散,欢迎锁定FM482356,我是你们的主播,雪曼。 今天的话题是,别等失去了爱人,才知道,珍惜。 我们经常会犯的错误就是,轻易地放弃了本来应该珍惜的人。 却把本来应该放弃的人,涌入了怀中。 我们也总是会觉得那个和自己相处了很久的人,已经没有了感情,剩下的只是习惯。 他在不在你身边,你也没有多大的不同,甚至会觉得还不在身边,反而多了一些亲近。 然而,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每一段感情都会经历一个新鲜期,磨合期,适应期,平淡期,厌见期。 在新鲜的时期当中,你会感受到浓浓的爱意,那个人就是霸占你全部的思绪,你会觉得,这就是爱情。 到了磨合期,你适应期,你适应期,你适应会发现他身上的缺点,开始产生了一些厌倦。 但是,身边有很多人劝你去适应,你开始走进了适应期,包容了他的一些缺点。 包容到一定的程度,便不如了一个平淡期,可是,两个人相处得越久,问题就越多。 最后,你终于忍受不住,厌倦了他的存在,想尽办法,想要离开他的世界。 我们的生活里有太多这样的故事,因为不曾拥有,而倍加珍惜,因为,已然拥有,而毫不在乎。 在没有得到一颗心的时候,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去包容,去忍受。 当拥有之后,发现,哪里都是错,到处都是毛病,到处都是不得不放弃某个人的问题。 放弃,真的就是最好的选择吗? 放弃一个人,你真的就会遇到一个没有任何缺点的人吗? 每颗心都是一样的,要去承担所有的好,与他的不好,要去劝说自己接受所有的委屈和难受。 而且,那个和你走过一段漫长旅途的人,他真的已经不是最初的他了吗? 你真的觉得,放弃他,是最好的选择吗? 如果还有选择,那么放弃,一定不是最好的选择。 不要轻易地错过一个深爱自己的人,即便他身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缺点, 你要知道,你的缺点,他也很努力地去包容了。 短暂的一生里面,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不容易,他爱你,但是并不代表他不会受伤。 同时,他选择你,不是因为你是唯一的选择,而是在那个美好的年纪里,刚好遇到了你。 这一切的缘分,你若轻易地松开了他的手,因为你对生活的不满而离开了他,最终,后悔的人,一定是你。 你要知道,不管日子多么艰难,只要你努力了,你一定能够走多这一段艰苦的岁月。 所以,不要因为和一个人相处久了,就以不爱了,没有感情,没有激情,这是理由去丢去你自己曾经,生死已共的人。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感情,不要让心爱的人,无假可归。 不要让心爱的人流浪,不要等到失去了,才知道什么是真心。 这里是FM482356,我是雪曼,感谢你的收听,我们下次再见。